VLAM 本身 它 support 這種網路 是兩種都可以 就是所謂的 share 的 media 像我們 Ethernet 這種所謂的 cable 或者所謂的 point-to-point的 media 就是分享式的這種 media 跟 point-to-point的 media 都可以 另外就是说每一个VLAN 为了能够区隔 我们每一个VLAN都会有一个叫做 unique的ID 我们简称叫VID 就是VLAN的ID 每一个VLAN的ID必须不一样 然后它也必须有所谓的相容性 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些设备 可能会支援这个VLAN 有些设备可能没有 比如说比较早期出厂的这种 所谓的交换机或者Bridge本身 因为没有这个VLAN的标准 所以它就没办法支援这个VLAN 其他比较近期出厂的 可能就会有这个所谓的VLAN的功能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所谓的compatability 就是向下相容 就是我们的网路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VLAN 对不起 会有一些交换机Bridge认识VLAN 那有一些可能不认识 就是看得懂VLAN或看不懂VLAN的意思 好 那我们说VLAN本身是需要设定的 就是我们交换机或者Bridge本身 假设有支援VLAN 那这个VLAN我们刚提到 我们就是目的就是要设定说 哪些工作站要属于哪一个VLAN 哪些工作站要属于哪一个VLAN 比如说我们这张图里面 我们说这个绿色的呢 我们说是属于VLAN A 然后红色的属于VLAN B 然后橘色属于VLAN C 那其中这个我们说 这个我们叫做VLAN Aware的Bridge 就是它是认识VLAN的 那这个也是VLAN Aware的Bridge 就是这个也是认识VLAN 这个也是认识VLAN的交换机 或者这个Bridge 然后这两个 我们写这个B的 它就是传统的Bridge 就这两个是不认识VLAN的 就是说在这种网络的结构之下 有些认识VLAN有些不认识VLAN 没有关系 它们是可以共存 因为我们是会互相相容 然后我们刚刚最后提到的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VLAN没有做设定的话 就是说我们虽然这个交换机 或者Bridge有支援VLAN 但是如果你没有做设定的话 就会把它看成 全部就是一个VLAN的意思 也就是说它其实也可以工作 那一般我们叫做 这种工作方式 我们如果叫做所谓的Plug and Play Plug and Play 这个在网络里面 是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就是谁插即用 Plug and Play 那Plug就代表说 你一插进去它就可以用 通常就是说你一开机 网络线一接起来 它就会运作了 所以它叫做Plug and Play 就是说不用做任何的设定 这是现在大部分 或者是绝大部分的 Layer 2的设备 所谓的交换机 Bridge 它都有这个特色 叫做Plug and Play 就是我们把它买回来 把它连接好 然后电打开 它们就只会运作 那我们以前也介绍过 它会做所谓的Ultest Learning 它会学说 这个工作站在什么地方 那它会跑一个叫做Spanning Tree 因为我们接的时候 可能会接成有回路 那我们知道回路会造成这个风包 重复接收的问题等等 所以它我们只要电一打开 它们就开始跑 因为它跑那个I311 那个802.1D的Spanning Tree 它就会造出一个Spanning Tree 然后开始可以送风包了 这个叫做Plug and Play 这代表说 它我们只要把电插上去 把线接上去 它就会正常的运作 我们不用做任何设定 那这个是一般的Layer 2的设备 特有的功能 那我们说 那如果我们看到Layer 3呢 我们以后会介绍的 如果是Router呢 Router就不是Plug and Play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买一台Router 你买来 你把它电源插上去 把电打开 它不会动 Router 本身 它必须做设定 比如说 你必须设定它的IP Address 你一定要设定它的IP Address 它才会动的 那目前我们这种Layer 2的设备 一般都是Plug and Play 就是不用做任何设定 插上去它就会动了 好 那我们所以说 为了支援这个Virtual LAN 为了支援VLAN 那我们说 这个VLAN本身 我们说它是一种 类似一个Service 我们就叫做 它叫做Virtual LAN的Service 它是再一个 我们叫做Bridge的LAN 就是我们有很多LAN 用Bridge把它接起来 叫做Bridge LAN 简称BLAN 那Virtual Service 就是所谓的VBLAN 的意思 就是Virtual Service Virtual LAN的Service 在Bridge LAN 那我们特别强调 这里所谓的Bridge 当然就是用Bridge这个设备 把LAN连起来 其实也包含用Switch 交换机 Layer 2的Switch跟Bridge 我们讲事实上是相同的东西 好 那我们就需要另外的所谓的 Forwarding的Process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Bridge 或传统的Switch里面 我们说收到风包 它就要做Forwarding 要转送 我们知道 我们之前有提过 一个Bridge或一个Switch 它收到一个风包的时候 它会根据它的Destination的Mac 因为它是第二层的设备 根据Destination的Mac 来决定Forwarding 就这个风包到底往哪里送 我们说 它会去查一个叫做Falling Table 或者所谓的Falling Table 它会去查一个表 看看说 你这个风包的Destination 有没有在这个表里面 我们说 如果找不到就广播 找得到就看它说 好 那你这个目的地 到底它现在接在哪一个Paw 我们就把这个风包 就转到那个Paw 这个是标准的Forwarding 可是因为有VLAN的时候 就不能这么做了 因为我们风包一进来 我们刚刚有提到 不同的VLAN之间又不能直接送 然后VLAN里面 如果你做广播 其他人也收不到 就只能VLAN的Member才收得到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变成说 一个风包只要进到 这个认识VLAN的交换机 或者Bridge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判定说 这个风包属于哪个VLAN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网路上面可以分成VLAN1 VLAN2 分成很多很多VLAN 一个风包进到一个设备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先判断 好 那这个风包是属于哪个VLAN 这个怎么判断我们后面会介绍 一个风包进来 第一件事情先判定 它是哪一个VLAN 那我们再来看 好那这个VLAN本身有哪些Pol是属于这个VLAN 就因为我们这个交换机有很多接口 那我们每一个VLAN到底在这个接口里面 就是这个接口属于哪个VLAN 这个接口属于哪一个VLAN 都是要做刚刚讲的设定 它要做设定的 那怎么设定我们也是等一下会再介绍 就是说一个风包进到一个设备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决定 这个风包到底是属于哪一个VLAN 那根据它是哪一个VLAN 我们才有办法决定 它应该要从哪个Pol出去 所以我们说 这个Fording的这个Process 也需要做一点修改 就针对VLAN 我们传统的Bridge 或传统Switch 在做Fording的那个演算法 稍微要修改一下 因为我有VLAN的特色 那我们的Fording Database 也需要做一点修改 我们原来的Fording Database 就是说我会学习说 这个网路上面 针对一个设备来讲的话 它要学的是说 好 我这个网路假设有100个工作站 那他们到底每一个工作站 对我这个交换机来讲 或者对我这个Bridge来讲 它是在我的哪一个Pol 是这个Pol还是这个Pol 接在哪个Pol 我们说这个资料是记录在 所谓的Fording Database里面 好 那如果在有VLAN的情况之下 就不一样了 因为VLAN变成说 那我接在哪一个Pol 你要看我是属于哪一个VLAN 如果我是不同的VLAN 那我学到的东西 也不一定可以共用 因为不同VLAN之间 我们基本上是隔离的 所以变成说 因为VLAN有隔离性 所以这个学习的Database本身 也需要做一些 适度的修改的意思 好 然后接下来变成说 好啊 那我为了要提供这个VLAN的Service VLAN是一种服务嘛 那我的Protocol 我需要增下一些Protocol 或者增下一些所谓的Procedure 比如说 我刚刚提到啊 我们VLAN是要做设定的喔 我怎么设定说 我的VLAN的Member到底怎么形成嘛 比如说VLAN A 我有这些工作站 VLAN V 有这些工作站 这个每一个VLAN到底包含哪一些 我们叫做所谓的Membership 他们有哪一些会员 这是第一个要设定 好 那设定完之后呢 还要把这个关系 送给其他交换机才知道 比如说我们讲 这边有一个交换机 这边有两个接口 我们说是属于同一个VLAN 那你做这样的设定的时候 其他交换机 比较远的交换机 可能不知道你这样的设定 你设定说 这两个 比如说这两个工作站 是属于VLAN 1 你叫VLAN 1 好 那其他的交换机可能不知道啊 那如果现在有人要送给这个VLAN的时候 他不知道的话 他怎么会把这个风包送到这边来 也就是说我们做的设定有关 就是VLAN的设定 我们要把它送给其他的交换机 知道说 这边有VLAN 1的成员 这边有VLAN 2的成员 就是我们设定这个VLAN 设定的时候叫做Configuration 设完之后 这个讯息一定要再告诉其他的交换机 那这个动作 一般我们就叫做Distribution 等于说我要把VLAN的这个Membership的资讯 要告诉网路上面的所有的交换机 这个也是需要 为了做这个事情 我们需要一些新的Protocol 或者新的Procedure来完成 那最后就是说我们为了刚刚提到 我为了要设定或者管理这个整个VLAN呢 我会有一些Management Service 还有Operation 这样我有一些设定的动作要做 我有一些管理的事情要做 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了资源这个 所谓的VLAN的服务 我们需要有新的Forwarding的Process 可能会有新的VLAN Database 我会有引进新的Protocol 跟Procedure来完成这些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所谓的VLAN的一个整个结构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说VLAN的这个Structure 是分为三个Label 三个Label 我们说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Configuration 就刚刚提到 首先我们必须先做设定 就是说到底哪一些Station 属于哪一个VLAN 我们先做设定 好 那这个设定呢 通常就会放在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MIP MIP就是设定完的这个资料 资料结构 就放在这个交换机里面 好 那我们这个设定本身呢 就刚刚提到 它必须做Distribution 必须把这个设定呢 告诉其他的交换机 就我们通常设定的时候 都在交换机上面设定 可是这个交换机设定完之后呢 必须告诉其他交换机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 这种Distribution的这个动作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会有叫做Declaration Protocol Declaration就是宣告的意思 就是说 我现在宣告说 这个交换机 它的哪个Pol 现在属于哪一个VLAN 就是VLAN本身要设定 那设定完之后 要通知了 好 那这个通知完之后 接下来就开始 真的风包进来了 我们叫做Relay Relay就是说 真的处理风包了 那风包进来 Relay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三个原则 一个叫做Ingress 就这个地方 Relay是指这里 第一个Ingress 就是说 好 风包进来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这个风包 我们刚刚有说 在VLAN的这个处理过程当中 第一件事情 风包进到一个交换机 第一件事情 先分类 说这个风包属于哪一个VLAN 如果你知道这个风包属于哪一个VLAN之后 接下来就来看说 好吧 那如果属于这个VLAN 某个VLAN 那它应该可以去哪个Pol 这跟我们VLAN的Member 我们知道 一个VLAN它的成员 是散在网路上面的各个地方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VLAN A 绿色的 VLAN B 红色的 它们是散在网路上面的 所以假设你是一个交换机 你现在收到一个风包 说它要给VLAN A 那你就知道说 我的接口很多个 那到底哪一个接口出去 可以到 或者说有VLAN A的Member 有VLAN A的 你这个风包才过去 比如说这边的出口 它就没有VLAN A的Member 那你把风包丢到那边去 就是浪费 就是第一个浪费频宽 第二个不安全 所以风包进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决定它是哪一个VLAN 第二件事情 就看说 好 那我有那么多接口 哪个接口出去呢 有VLAN A的Member 就决定 说这个风包要从 这个POR出去 这个POR呢 因为这个POR出去 可以到 这个 属于跟我同样 这个VLAN A的Member的地方 就这个POR 这是第二件事情 好 那第三件事情 我们叫做所谓的 Egress Egress Egress就是出口的意思 好 也就是说 好 那我决定要从这些POR出去 那我出去的时候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有VLAN 我们刚刚提到 每个VLAN有VLAN ID 所以你一个风包 从这个POR出去的时候 就有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说 你要不要把那个VLAN ID 也把它放上去 告诉这个接口 比如说这次有一个接口 你风包进来 从这个出去 这个出去呢 你这个风包上面 有时候就要贴上一个标签 说这个风包 它是属于VLAN A的 或者说 这个风包 它是属于VLAN B的 就是说我们在 风包进来之后 我们说 第一个判断 它属于哪一个VLAN 好 决定它从这个POR出去 好 那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风包 要从这个POR出去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贴上标签 就是那个VLAN 我们叫做VLAN tag 要不要接上一个VLAN的tag 是要还是不要 不一定 有时候要 有时候不要 这个到底 什么时候要贴标签 什么时候不贴标签 这个我们后面会来解释